在青岛的郊州还特地庆祝十八大的召开 举行了采集活动 我们前往做记录 不过我们真的是最翁之意不在酒 是希望能够从采集的队伍当中 找到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在青岛郊州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巡礼的时候 正好是中共召开 十八大会议期间 这可是中国大陆政坛上一件天大的事 而且关系到未来百姓的生活 所以大陆各地会以各式各样的活动 来呼吁这场重大的会议 像郊州地区还举办了采集活动 就这样呢 我们一次看足了郊州大阳哥 郊州大阳哥又称为 第一阳哥 好阳哥 纽阳哥 或是三道湾 中国政权成立之后 为了跟其他央哥有所区别 称之为江州大央哥 郊州阳哥是以南港女柔螺旋摆栋 三湾九栋十八泰的这个艺术魅力 注冲于世 所以说它的特点呢 跟我们北方的 应该说北方的特点都是粗话豪放嘛 但是为什么南港女柔呢 这就是跟我们南北方可能以性格动作 迎合了一些南方的女柔的一些舞蹈的动物 所以生活南方女柔 全部喝地掐的羊哥 就是人家都在跳 最后你看一下我们的羊哥 它是在你里面 整个身体的螺旋摆动 郊州大阳哥的历史 跟素有阳哥摇篮之称的 东小同村建村历史是大致相同的 根据东小屯村齐老 跟羊哥老艺人的口传资料显示 东小屯村的马赵二姓 是郊州大阳哥的十足 至今呢已经有两百多年历史 这种陈药出来 知道了吧 它别管饭才能做饭子了 身体的这个带动 要把它做出来 不然肩的身体太僵硬了 没有那种螺旋摆扭的感觉 没有它退花 知道吧 退花那种主要的 最重要的一个场次 大家注意 相传明末清初 由于天灾兵户 由马赵两户人家 弃家出走 游浪关东 在桃花路上 由老头背妖狐 儿子舞打狗棍 老婆背脆花包 而习孙女呢 则以团扇彩金 作为简单道具 一面舞一面唱 借此乞讨以求温饱 今天我们这些全身穿的 五套衣服 就是代表五个角色 对不对 那一面是哪五种 有小曼 小曼来一点 小曼 小曼特别小 对 是十一二岁吧 也就是十一二岁的小姑娘 那小曼的动作 最主要的有哪一种 小曼的动作 就是说在原来 就是说 所以胶椎腰的动力的基础上 因为她年龄小 所以她做动作 非常轻巧 灵活 活活 在传统样子当中 因为十一二岁的小姑娘 刚刚包脚 因为咱那个 在风景社会 女孩都是要 从六七岁开始包脚 所以她的脚 刚刚包了几年 很疼 所以她在扭的时候 那个脚下 就格外的要高抬 怕疼 刚一落就抬起来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动作的设计 其实跟我们一起的生活 是相同的 这第一步 出来了吧 第二步呢 紫眼的呢 紫眼的这个 就一个 看我呀 第三步呢 是不是 是啊 好累的 江州大鸭歌是大道弟弟的农民遗述 她的一举一动 一招一适 表现对生活的渴望 以及毫无睁眼的感情宣泄 善女 善女 也叫大妈 在约 传统阳歌当中 也叫大妈 是最美的一个女 对对对 是最美的 来 说一下 你们的美丽吧 写事 翻过 哎呦 在角色当中 她已经是刚刚出嫁的 刚刚出嫁 她是嫁谁 棒子 棒子 对 棒子 棒子 对 她两个应该是 在角色当中 她俩是一对的 棒子也是 是重要男生 十七八岁的小伙子 哎呦 年轻力壮小伙子 是是 那她是怎么展现 她年轻力壮的 应该说做动作 非常豪放 哎呦 非常 粗狂豪放的 吹花在我们的这个 传统阳歌的角色当中啊 她应该是奶奶辈的 奶奶辈 奶奶辈的 因为咱以前女性嘛 结婚都比较早 说她那个年龄啊 已经有儿子 有儿媳 还有孙女 就是前面那个善女啊 就是她儿媳 棒子呢 是她的儿子 然后小妈 带出她的孙女 是这样的角色安排 但是她的整个 那个 央哥 应该是负责管教的部分 对 所以她的动作呢 就是说 应该是最具有 焦州央哥的女性动作当中 就是把那个 焦州央哥的那个 动力 是最有特点的 最有特点的 那因为 就是说 随着年龄的 增长的 对生活 各方面的 就是说 深入 跟那个 刚刚的 那十七八岁的 还不一样 她做起动作 不但是细腻是美 还有比较那个说 豪旺的女性 那个感觉 比较少看到这个男生 耍水秀 对 她就是动作 非常的幽默 灰险 属于那种 在节色当中 就是一种叫 穿帘似的一样 就是动 动 动 的特别动 江州大阳哥 有七十二出戏 但没有一出戏 用文字记录而成的 江州有八百二十二个词